前面的栏位,这个名称去掉的话 那当然如果你只会MID函数 你可以一,一样把公式怎么样,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二,插入文字函数,这个前面有用过 那找到那个哪一个,MID这个MID 那一样按照他要的资料给他,一 你的文字是什么,就刚刚的文字,所以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他就是把资料带过来,有没有,录制时间 2 star number,star number从第几个字,123456,你这不可能直接输入6吧 那如果你向右向下,向右向下,那就跑掉 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什么 栏位名称LEN的长度,LEN前面有讲过,几个字呢 录制时间有四个字,那我要 从1234,冒号5,加 一个,所以6,所以后面请你加上2 就是多两个字就对了 从这个字之后 的后面所有字我都要,后面哦 所以后面几个字 那你之前可能想说要不要算啊,其实不用 我教过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直接输入多少 99好了 99 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我全要了吗 那全要你就输入一个 只要是大于那个字串长度就可以 这个是比较聪明的办法 不然的话,算什么 扣掉6个之后,然后总长度多少 剩下 不用啊 反正后面剩下我全要 因为后面没有别的 我不要了,我都要 那就输入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这样的应该是比较取巧的方法,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按个确定之后 那基本上,不过呢 确定之前你要先再检查一下 D1 因为我等一下会向右,所以D可以变成EF区 但是呢,一定要在什么,第一列,为什么,因为等下向下的时候 我一定还是要只蓝回名称,所以记得哦,这个地方只能说什么 锁列而已 不能锁蓝 OK,他就固定在第一列哦 他的长度我就算出来,所以 向右 向下 OK 就做完了 有没有,还蛮宽 因为基本上都做OK的 然后呢,最后你可以把这个篮宽自动的调一下 调整单,你就点两下就可以 或者你选取这四个栏位 然后利用什么呢 格式里面有个什么,自动调整篮宽 也OK 那这个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index 配合什么呢 密的函数 当然除了用密的函数之外 还可以用一个函数叫repress repress也可以做出来 如果需要的同学啦,如果你想要知道云端上我有 补充 你再看一下 那除了说 index之外 请各位再试试看 请你把这个 复制到旁边 把名称改成index 改成indirect 如果我希望刚刚的东西 我不要用什么index 我希望换一个 叫indirect的话 那要怎么做 其实刚刚有用过indirect 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indirect indirect 他需要的是一个文字 而且这个文字基本上是什么 他第1个一定是什么 这个储存格 叫什么 B2 对 下一个呢 B3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的话 他的规则一定是 B2 B3 B4 B5 B6 B7 有没有 所以后面那个列号 他的规则是2345 一直到 33 刚刚是1到32 那这个地方是从2开始 那前面的都是B 所以你前面不用动 B后面串 所以其实 indirect 你直接可以怎么样 拿刚刚的这个 公式里面 Column这个 其实直接拿这个Column的公式 直接来修改就可以了 修改哪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刚刚 Column这个地方 他本来打勾是 是1 那我可以 把它变成2 那怎么变成2呢 基本上 刚刚是减掉3 那我把它减掉2不就好了 打个勾 有没有 那一样后面都一样 向右 向下 再少一列 OK 有没有 2到33 3也有了 那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它用indirect来做的话 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找到indirect函数 刚刚用过 然后呢 reference 就是前面一定是B 所以 前面一定是B 因为它一定是只有在B 有点像刚刚一样 Column Number一定是1 N的什么呢 串接 后面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有公式吗 把它贴上 这个 把这个公式 减下 然后插入一个indirect 前面的话记得是双引号B 那它比较麻烦 双引号一定要自己打 双引号没打的话 后面会错 贴上 有没有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它会自动抓到什么 抓到一个2 因为2345 前面串个B 不就抓到B2的储存格 所以B2储存格抓过来 B3 以此类推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就抓到入职时间 然后向右 有没有 向下 全部抓过来 哪一个加简单 好像两个都很复杂 逻辑知道之后 我想应该就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是如果你逻辑不清楚的话 你要硬背这个也背不来 后面一样 如果你做完这个之后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刚刚的mid 刚刚mid不就是 拆个mid 然后把公式贴上 然后用什么LEN 一样去抓上面的 它的入职时间加2 记得把1给锁起来 然后底下的总长度 我就设一个超过 他原来的长度 按个确定 然后向右 向下 也是可以做出结果来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好试一下 我刚刚是mid 然后呢 用index 那另外的话呢 请各位也把它改成 用那个indirect的 方式来做 我让你照顶一下 我们的试图